每次做Live就像香蕉 OK 好 这边先准备好了 OK 这个好了 我们好像已经Live了 哇 星云果然是第一个留言的人 哈喽星云 哈喽宁 宁最近也超快的宁 反应好快哦 你们是24小时都挂在线上吗 哈喽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就是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然后帮我转发 谢谢各位 我们吴医生也在线上 吴医生好 吴医生下午好 辛苦了 各位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我知道大家现在就是很积极的 在网路上做直播 拍影片做YouTube 对不对 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了 不过我发现真的是有点太难了 真的是希望花费太多的心思 然后要有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 不过呢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很好玩 因为呢 我们其实在MCO上个月的时候 就认识到一群小学老师 我非常欣赏他们 他们呢 其实很有魄力 运用自己在教育上的一些学习 然后呢 他们就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 就叫做学到 学习的学 我到了的到 这个学到 然后他们的这个YouTube频道的成长呢 不止稳健 还很快速 那我们上个月访问他们的时候 大概就是8000吧 8000个订阅 可是呢 到了今天 他们已经是12000个订阅了 所以各位 我们待会呢 来听听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所以现在 请所有的朋友们 赶紧帮我做按赞转发 还有留言的动作好不好 因为时间很紧凑 我还有1分钟30秒 我就要直播了 欢迎各位 你知道通常做live的时候呢 我们DJ就是手忙脚乱 然后谢谢小编 帮我们做操作 一定要称赞他 不然等一下他要讲我了 对 赶快大家帮我做share的动作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自己也要来share一下 我们现在同时在Facebook 还有在这个 我们的YouTube都有live 欢迎大家就是继续参与互动 OK 我们还有一分钟进入直播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有两位受访的嘉宾 都是90后非常年轻的老师 然后他们已经在后台准备了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赶紧帮我们share一下 哈喽FKman 哈喽SimsukYong 夏五好 今天大家应该都复工的一个状态了 对不对 我们两个平台加起来的 这一个在线人数 已经快要冲破100人了 大家赶快帮我冲一下 我们还有30秒进入直播 时间很紧冲 OK 我也来准备一下 好 哈喽 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要跟各位说我午餐都还没有吃 因为今天其实有一点点感 然后早餐吃的比较晚 所以午餐还没吃 哈喽艾力对不对 嗨嗨 嗨 欢迎大家留言哦 然后跟我互动一下 然后帮我share一下 希望我们现在的在线人数 赶快冲破100人 因为现在已经90多人了 谢谢各位 时间来到下午的四点钟 你在收听的是City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是的 疫情这件事情呢 现在不只是让马来西亚在过去的这两个多月呢 我们都必须要被困在家中 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包括学校或者是教育这件事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日前的时候就表示说 因为疫情啊 现在已经有多达200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呢 实行学校停课 那停课学生的人数啊 现在也达到了15亿人 赚了全世界儿童 还有今年总人数的75%以上 当然学校停课受影响的不只是老师嘛 也包括了学生 那学校停课的话呢 刚刚提到学生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15亿人 那也有将近200万名的老师呢 现在也受到了影响 那当然有些人就说了 没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科技 还有线上的平台呢 来补足教育的这一块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线上学习呢 就是这两个月的一个风潮了 不过老师跟学生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教学形态的转变 那教育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那打破了教室的空间 还有时间的这一个限制 线上教学是否更加注重孩子的一个自主性呢 那在这一块 有没有一些老师就开始采取了线上教学的一些便利 用不一样的方式呢 是有的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一期的阅读天下 我们就邀请到学到这个YouTube频道的两位年轻的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现在我们在City Plus FM的脸书专页 还有YouTube频道也同时做这个线上的直播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 OK 我们现在呢 先进入一首歌的时间 我们有三分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老师上线 要请两位老师上线哦 今天呢 当然不只是有我在线上 我来 请老师上线 请两位老师上线 哈喽 Louis 哈喽 佩玲 哈喽 Louis跟Angela 嗨 下午好 哈喽 佩玲 下午好 是的 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 我们线上的人数 哇 已经超过了120人 谢谢各位 那现在同样的赶快帮我们share出去 我们看到 有好多人在跟我们打招呼 艾丽 丽丽 丽严 哈喽 Sophia 嗨 然后呢 我们有 惠惠 哈喽 大家下午好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帮我们留言 按赞 还有分享 然后其实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是我跟舒敏 舒敏是我的制作人 也是我们六点钟下班有话题的主持人之一 然后我们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有访问了学道嘛 然后当时候我们访问的时候是短短五分钟 可是我们对学道的这一个组织印象是很深刻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一定要再花另外一个时间用我们的重点单元来跟你们好好的聊一聊 所以我觉得今天谢谢你们凑处时间来接受访问 谢谢你们给的机会 OK 哈喽 所以再次欢迎大家就是帮我们做share的这个动作 因为分享其实就是可以让别人更加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学道这一个频道到底在做些什么 然后他们真的成长非常快 然后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YouTube的频道 你看舒敏已经把这个学道的YouTube的这个link已经发在了我们的留言区 谢谢舒敏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一下他们 虽然他们在教的是一些小学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热忱 还有他们的一些付出值得更多人看到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会进入直播 所以待会直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留守在我们的live 因为Louis还有Angela就会跟我们分享 这个频道到底在做些什么 然后那个做老师不是已经很忙了吗 为什么他们还要花出那么多的时间要去做影片 我跟你说我自己也有尝试在拍影片 真的还蛮困难的简洁就每天怀疑人生了 大家赶快帮我们分享 谢谢Kolson Kolson说说睡了 翁孙杖 哈喽 下午好 那我们还有40秒进入直播 OK 好的 那我先转一下频道 两位稍等 我们20秒进入直播 所以再次欢迎大家帮我们share我们的live 哈喽 哈喽 Ricky 嗨 下午好 我们现在在Facebook跟YouTube都有直播 欢迎大家帮我们share 每次叫大家share都会觉得自己是唠叨的老太太 欢迎回到阅读天下 我是佩玲 下午好 那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两位嘉宾呢 其实我们在大概一个月前访问他们的时候呢 当时候他们的这个YouTube频道的订阅数 大概就是6000吧 那一个星期播出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呢 就发现说他们的YouTube频道呢 已经上升到了8000 然后不到一个月 就是现在哦 不到一个月呢 已经到达了11000 可是我们刚刚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又再去看了一下他们那个订阅数 已经去到了12000 太厉害了 OK 所以学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频道呢 那他主要呢 就是由一群90后的小学老师呢 所创建的一个YouTube频道 那主要的内容就是将小学的课文呢 内容转换成影片的内容 再加上一些创意 将它给重现出来 那现在其实具体成立的这个时间呢 是不到一年的 而且已经备受关注 那更重要非常厉害的就是 他们现在的内容呢 也定期在电视台有播放 所以马上要请出的就是今天 两位学到的成员吧 我们有Louis还有Angela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是欢迎两位来先讲一下 为什么当初会有想要创立 学到这一个频道的想法呢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是我们在执教吧 开始执教都是热血沸腾的 想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学生 教好学生 所以我们刚刚hosting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执教的时候呢 就被安排到要教 整个小学比较注重的一个群组 就是六年级的学生 UBS的学生 所以我们每次都很用心的 去制作这些教材 但是无可避免的 有的学生呢会缺席 可能是生病的原因 或者是私人原因他们缺席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办法学到 就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就一直我们都会在 做一些反思啊 一些烦恼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应该要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那么那些学生 我们有尝试抽出时间 给他们帮助他们 但是大家应该也明白 华校的这个校务是蛮繁重的 所以我们 但是那个时间上面 还不能给他们很有效的 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 所以就在我们 那时有修读这个硕士的课程 那刚好我们的讲师 没有办法出席 他就给我们这个影片 他自己制作了这个影片 然后就叫我们 看他给的这个教学影片 然后再做接下来的 pass接下来的assignment 这样子 我们觉得 这个很行得通很不错耶 我们不妨把用在小学生的身上 可能可以行 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行动 那么刚开始呢 我们是只有两个人嘛 就只有我和Angela两个人 那么在这个MCO期间呢 所有老师都需要 在网上给这个网课啊 所以刚好我的妹妹们都是老师 所以他们觉得有这个需要 就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 学到的这个团体 那么也多了啊 好有六个人 我们总共有六位成员 都是华小的老师 就一起把这个 这块做起来 对 所以你们都是90后 啊是 都是90后 所以你刚才说 你们两位是开始 创立这个平台 另外就是在家的四位 四位都是你的妹妹吗 啊 三位是我妹妹 一位是我的表弟 啊 都是在读 都是老师 对 都是老师 了解了 那其实呢 你们现在影片的内容 都是涵盖了所有小学六年级的课文吗 啊 以目前呢 我们是比较注重于 我们成员所正在指教的课目 所以我们就会 啊 因为我们毕竟要在网上给这个网课嘛 所以我们做这些影片呢 主要就是看我们教的是什么课目 是几年级的 然后我们就制作这些影片 然后再啊 把它分享出去 那么我们也想说 除了分享给我们班上的学生学到 我们也可以分享 因为有的我们的同事也是需要 我们就可以借给他们分享 那么同事也会分享出去 因为觉得其他家长觉得其他学校也需要 所以就一传十 十传百就传出去 给更多人受惠 所以我们啊 我们就是啊 比较focus在这个小学的 这个六年级 我们是各自有教的这个课目 我们比较注重 所以现在在你们的频道上涵盖的是怎么样的课目呢 哪些课目呢 目前我们会比较注重的是五大科目 也就是英文 华文 马来文 科学以及数学 目前是注重的这个主科 嗯嗯 那一个星期大概会上几支影片呢 因为之前我们在上个月访问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其实呃 在mco之前可能上的比较少一些 可是mco期间 因为老师们 就是你们现在都待在家 好像相对时间上也比较能够制作了 对吧 是的 是的 那么mco之前呢 因为在学校也是有工作嘛 所以要制作这个影片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 所以只有一个星期我们只上一个影片 那么mco期间就时间比较flexible了 然后在work from home 所以我们就比较多时间去做这个影片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月的数据来看的话呢 一星期我们可以制作上载11个影片 这个量也太大了一点 平均 当然你要有一些牺牲啊 太强了 太厉害了 你们这个团队 那内容方面你们是怎么分配 那内容方面呢 是我们就每一个成员呢 都是自己要学习 刚开始只是我们两个人 从头到尾 就是说从准备教材啦 这个牌 然后录影 后置一直到上传 那么我们两个人其实有大概估计 要制作一个影片呢 用时差不多要25个小时 不吃不喝不睡的话 我们大概要25个小时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很适我们的时间 然后刚好妹妹们都是老师 他们一起装进来 我们就分配这个工作 所以就有帮助到我们这个减轻我们的负担 所以我们才能能够制作那么多影片 OK 那每天或者是说要制作一个影片 花的时间那么长 反过来说 你们还有时间经过你们自己本身的种植吗 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影片 也是我们在做着我们的职业 因为我们除了在Google Classroom 我们也在WhatsApp或者微信平台 就方便家长们他们的这个要用的平台 我们就给一些指示要怎样去利用这个学习影片来完成他们的功课 或者说他们的学习 然后再有一些互动 然后最后才是一些批改他们的作业 就要给一些反馈 其实我们做这个影片就好像把我们自己搬上荧幕 在荧幕教他们的样子 OK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现在虽然看起来科技 或者是网络的一个大开放 感觉上是辅助了我们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要投入的一个热情跟心思相对又多了很多 所以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朋友继续留守在线上 因为我们现在在Facebook还有在YouTube 都同时有在做直播 那现在回来 我们就进一步的去了解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重现跟学习的方式 学生还有老师个别的一些收获又是什么 不要走开 OK 好的 我们来 你们刚刚的那个灯好像有点状况对吗 是啊 太热了 一闪一闪 我就想说你们是要开始挑舞了 是吧 OK 我们现在 对了解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也就是进入到资讯的环节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留言哦 OK 来看一下 哈喽Edison 还有Amy 还有Vkim 大家都在赞赏你们 OK 哇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书敏就说 一个星期十一个影片 比起其他的YouTuber就更强了 真的 我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说 做影片要耗的时间跟精力 真的是太大太大太大 我觉得一个星期可以上两支影片 已经是很极限了 你知道吗 已经是全职 Fooltime的YouTuber在做的事情 你们上十一支 太 敬佩 团结就是力量 OK 然后 Ricky Leong他就说呢 年轻优秀的灵魂工程师 太棒了 感恩 谢谢 谢谢 Cherry 就说教育界呢 需要这样的人才 他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好的 会的 Amy就说呢 Amy说他有在看你们的影片哦 觉得很不错哦 然后 谢谢 Lea Leese 他就说 他认为 他说这是一个很值得追踪的频道 对于小朋友和家长都是 Amy就说术 魔术造句 魔术造句 我们的口诀 创办 哎呦 真的有在看哦 会会说 他觉得你们是好热血的老师 然后他认为 学生一定会喜欢你们 我们的动力 然后 朱去就说大家下午好 然后呢 Edison说他的孩子喜欢什么 我看一下 这个刚好被挡到了 看一下 Bina Aya 哦 他说 Edison说 Bina Aya 魔术法 对 然后 苏敏就认为说 学生学习的方式改变老师教学的方法也不一样 真的 哈喽 Harry Harry在跟我们打招呼一下 我好 然后 J-Lo就说 他认为你们是很有热忱 而且是很有创业的老师 加油 谢谢 OK 好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们 那如果说 你们自己本身呢 也有在关注到这个频道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说 你们觉得他们做的很好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 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也可以提 对不对 一定要提 欢迎 对 也给你们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分享 因为 其实 我知道很多人呢 对于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教育界也有一些批判 然后呢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老师的一些表现 可能也有一些 比较不满的地方 有很多的刻板影响 所以 其实 大家都可以帮我们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让其他人看到说 其实也有很多很年轻 然后很有热血的老师 其实都在做一些很棒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去认识学到的这个频道 那刚刚说明已经有把学到的这个YouTube的link 放在我们的留言区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家中有小孩 或者你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参考一下 或者可以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OK 非常欢迎 我们其实也是还在学习当中 我们也是需要很多的feedback 然后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对 这个很重要 不过等一下 Angela要多讲一点话 因为上一段你讲很少 可以可以 过后就我讲 OK OK 你们已经分好了 我控制我自己 我没有分好 OK OK 好的好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进入 Part 2的部分 然后 Terence Terence就说 他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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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Berence Hello Ricky要说 用心就是专业 专业因为用心 他认为你们都很棒 谢谢 谢谢 还在学习 朱样也是 朱样也是说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我们的同事 哦 是啊 Hello 好 我们还有大概40秒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所以我先转换一下频道 两位稍等 好的 欢迎大家持续帮我们按赞留言 分享 然后让更多人来认识到 这么棒的一个平台 然后如果你是他们的同事 或者是他们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 或者你们也是他们的粉丝 都可以留言 那或者是说你今天才知道说 哇 原来有一群那么棒的老师 在做这件事情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你们其实有什么问题 想问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一说 我们还有20秒进入直播 没有 我能说你 你呀 阅读是一场思考的抱险 阅读让人有生动 阅读天下 Hello 我是佩玲 今天在阅读天下呢 线上我们有两位来自学到YouTube频道的老师 我们有路易斯 还有 是的 那我们现在在脸书 还有YouTube channel呢 同样的都有这一个现场的直播 只要搜索CD Plus FM呢 就会看到了 那接下来问一下你们 其实我很好奇啦 因为我觉得说老师本身的正职 真的就是很忙碌 因为我以前的第一志愿 也是想要当一名 就是教育工作者 可是后来我真的发现 好难 这个教育工作者真的很难 那你们除了正职之外呢 还要去处理这个 所谓的YouTube频道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谁会负责这个影片的内容发想 然后你们又是怎么样将这个课本的内容 转换成影片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很幸运 就是我们开始是我负责马来文的这一个科目 然后路易斯他刚好也是教了数学 还有华语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团员呢 都有各自教的科目 然后加起来刚刚好就是五大主科 所以过后我们都是自己负责自己教的科目 然后从构思 然后从制作变拍 然后接下来就是录制 我们会share我们的idea出来 然后从录制做导演 到自己剪辑 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包办的 对 也就是说自己负责自己的节目就对了 是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可能 只有我和路易斯会剪辑 会video editing 到过后我们就把我们会的技术和他们分享 然后过后大家都会自己 edit自己的video过后呢 我们都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影片 这样子才有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是 而且他们在edit的 是因为他们 每位团员自己会edit过后呢 他会知道 什么时候我可以穿上一些有趣的 或者有些生动的画面啊 或者一些动画 所以他们在准备他们教材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先想 可以先准备好了 是所以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formular 在写到的 我们就是很强调影片 一定要生动 一定要有趣 要搞笑是最好的 然后会加些流行元素这样子 对 还有我们要和学生分享 就是那种比较容易记住的 帮助他们记忆的东西 例如口诀 还是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们更快更有效的记得的 对 和学生分享 这样子 是 所以最主要我们要学生 有那种感觉是 哎 我不知不觉看完影片 我就学到一些东西了 啊 就是要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你们的对象呢 是小学生 那我们知道 小学生呢 他们的专注力 可能会比较容易 换散 就是说比较容易 被别的东西给吸引 然后你要他就是 完全看着影片 然后在影片里面 去学习一些东西的话 如果这个影片不够有创意 然后不够吸引他的话 那可能就无法达到 教学的这个效果 所以相信 你们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所以你看 我们知道说 在课堂里面 因为学生是被 算是被困在教室 这样的一个限定的空间 那老师要做教学 或者是要做互动 相对比较容易 可是通过影片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些秘诀 是可以让学生 真的就是 看完你们的影片 然后真的有学到东西 当然从时间方面 那个时长 我们曾经有录制过 20多分钟的影片 但是看出来那个 average view duration 就讲他们平均看了 观看那个时间呢 才两分钟多 所以我们觉得 原来长的不大适合小学生 那么我们就会把 一个小时的课堂的 那个内容呢 压缩成10分钟 5到10分钟的 这个影片 然后加一些搞笑元素 或者一些生动的画面 让他们能够持续的 有那个 会感觉很有趣的 继续看下去 对 然后在我们的开头的时候 那前面短短的几秒钟呢 我们就会和他们 讲一些吸引他们的话题 例如这一堂课呢 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 让他们继续看下去 到最后 有一个期待 然后有一个 等待的心情 的那种感觉 对 OK 了解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呢 学到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创意口诀 刚刚我们有看到留言 有些朋友也说 你们的那个魔法 造句 魔术造句 对 很非常印象深刻 那除了这样的一个 创意口诀之外 我们发现说 其实在你们的频道里面 也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影片 像是大家一起健身 母亲节就是学做蛋糕 为什么会想要加上 这一些内容呢 其实就好像学生 他们也是看了很多影片 我们也自己做了很多影片 我们做了的时候 就会觉得 要算沸腾 然后觉得生活作息 也是有一点被影响 然后我们就觉得 我们是时候 必须要去做运动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 调回来 所以我们也在学生的那一方面 想我们也是觉得 他们是时候 也是要去做运动了 所以我们就 把我们需要的 和他们需要 就和他们分享 就大家一起来做运动 然后母亲节了 我们和 想要让他们觉得 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妈妈 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制作蛋糕给妈妈 也顺便和他们分享 制作蛋糕的过程 让他们学习一个新的手艺 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想要让他们知道 其实学习不只是在课堂上 不只是课本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要去学的 好像学去爱别人 爱妈妈 然后学习体会这个生活 然后我们可以制造 找到自己的价值 找到自己的长处 然后体会这个生活之后 就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这样子我们觉得生活才是比较有意思的 是比较平衡 对 因为我们也是把影片 把一小时刚才所说到的 把一小时的课堂浓缩成可能五到十分钟 所以学生们他们就有多余的时间 所以我们想借着这多余的时间 他们再去提升他们自己 就说不只是在学校的课程的内容 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或者一些兴趣上面做一些努力 或者一些尝试 那么我们也是要根据这个大马教育理念 要塑造这个有智力 然后情感心理 以及这个生理的平衡 以及和谐的学生 这样子他们比较和谐的生活 据说我们把这个一小时的课堂 我们把它浓缩成这个时间之后 我们就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 跟他们有兴趣的东西 去体会去认识一下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强调呢 在这个课堂上的一些学习的话 那我觉得久而久之 我们可能就是培养一群学霸 但是这些学霸 是不是可以在他的生活当中 去感知其他的一些有价值 或者是有美感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老师的这个责任还是很重大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 就是在学到的这个平台呢 也有穿插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令我感到相当的惊艳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赞 谢谢 当然我们也提到说呢 该一开场也有讲到说 你们的频道 其实呢在疫情 MCO的这一段期间 成长的是非常的快速的 那你们会不会说 趁着现在这样的一个热潮 因为大家都在线上学习嘛 那你们就会趁机可能推出更多的影片呢 开发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那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家长跟学生们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做这个 这个教学影片的心态呢 其实我们是想要用我们 我们喜欢的方法和觉得学生喜欢的方法 和他们分享 这教学的我们啊 内容 对我们想要和他们分享 然后我们不会想要说 我们只是急着这样子出教学影片 我们也不是制作影片的工厂 对 我们就想要把我们的心情啊 我们想要把我们教学的东西和他们分享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说 要趁机出很多影片还是怎样 我们还是觉得顺其自然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我们以那种 趁机出影片的心态的话 其实会很累的 我们还是抱着我们的热忱 然后我们的兴趣 然后就其实有时我们也会 很兴奋的想要和他们分享的 这一个感觉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真诚吧 就是 给学生感觉到那种亲和力 感觉到那个爱啊 我们就把分享这种爱出去 然后 来你说 家长的反应呢 就是我们收到蛮多正面的回应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鼓励的话语啊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让我们讲继续去做下去 继续做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加多的孩子学到 特别是在这个MCO期间的 大家的鼓励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力量 是 会不会有一些孩子们呢 可能就是会一直在等待你们的一些新影片 然后反而就说 老师怎么还没上 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很常收到这样的 你知道下面的那个留言区啊 对哦 老师 请问你还有出这些吗 老师 我希望你什么 老师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影片之类的 对对对对 好有趣 因为你会看到说呢 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呢 不只是让孩子们感觉很有乐趣 而且感觉上好像会有一种期待 然后追星的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老师在这个地方就呈现 这很活泼 很亲民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升孩子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乐趣 我觉得这很赞 那现在回来呢 我们就进一步的聊一聊说 其实也因为疫情的影响 老师的责任跟老师的工作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这是突如其来的 相信老师们的心中呢 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 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跟YouTube频道搜寻CityPlusFM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一些交流互动 OK 好的 我们可以稍微跟大家互动一下 我们先进一段资讯 OK 我看一下哦 哇 好多朋友的留言哦 舒敏说 老师们是如何学会制作影片的呢 对耶 我很好奇 你们是有自己特别去拜师 或者是上网学习之类的吗 这要从我们的开始吧 就是我们开始想要和学生分享的那一天呢 我们就开始录制 然后录了就觉得 一个老师就站前面就很闷啊 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过我们就觉得 我们必须要加一些字 然后加了字就觉得 有图画更加好 然后有生动有趣的画面会更好这样子 过我们就去学习怎样去把这些元素加下去 所以过后我们就慢慢学习 然后就很巧我的弟弟Terence Lowe 他是摄影行业的 哎呦 对他是摄影行业的 所以我们有什么 一有问题就是 哈喽弟弟怎么样可以帮忙 对你看 你看舒敏在下面留言说 快点叫叫佩玲 我要拜师 可以可以 有时间我们可以多交流一下 可以交流一下 那我们的摄影 每次剪辑影片我都 哦 怀疑人生 怀疑 所以你们其实有很多的 现实在身边 主要是我弟弟帮 帮的我们真的很多 然后有那种摄影的器材啊 怎样去调那一些灯光啊 什么都是他 慢慢一步一步教我们 怎样去做这些东西 是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器材也蛮到位的 也有这个普光 然后刚刚我看到你们的麦克风 也很专业哦 然后 都有很多的一些设计 相当不错 然后我们就看到 N.A.Qui 他就说呢 很有创意创新活力的老师 也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 然后 QuanQuan是吗 我觉得他有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他说 你们的视频生动有趣 有帅哥美女演绎 哇 谢谢 而且内容编制和剪裁都很棒 好看 他说真的是学到 所以这个频道的名字是取对了耶 学到 然后 小小谢就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应该是非常赞同 刚刚你们说的话 因为他放了两个字赞同 然后 翁佩正就说加油加油 哇 谢谢大家 然后 现在我们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0人 谢谢大家继续陪同我们 对 所以 继续帮我们就是按赞留言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呢 认识学到这个 这个频道 然后 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有把这个影片授权给电视台去做播出了 是吗 对 就分享给 就我们觉得我们做这个最重要是要让学生学到嘛 所以我们就觉得有这个机会让更多学生学到的话 why not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 让我们的我们的爱我们的想要分享的东西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嗯 可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会不会让你们相对更有压力呢 嗯 为我们就顺其自然啊 他们能接受我们就给了 这样子 最重要是孩子们能够受惠啦 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对 嗯 OK 了解 然后 莫妮卡也说 请你们继续加油加油 OK 那 那其实你们现在会不会担心说 因为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复刻啦 但是会不会担心说 复刻之后 你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经营这一块呢 是 我们曾经有想过就是说 因为复刻了 下午又开始 开始烦忙了 嗯 那么可能又要回去以前的一星期一个影片吧 我 也不也不知道到时是怎样 但是我们是很想把整个小学的所有课程的都录制成这个影片 啊 方便大家都一起能够学习 嗯 可能 大家自己上面帮助去请一些剪辑师来 来来 produce 这些影片吧 我们在看后 对对对对 嗯 OK 这个还不错 嗯 请简直是需要很多很多费用 对很多费用 我们还在思考当中啦 其实就顺其自然吧 嗯 或者可能我们现在在看这视频的朋友有一些本身也是在经营一些你知道吗就是啊 production house或者是一些studio 然后你自己本身对这一类的教育的影片有兴趣 很高素质的影片呢他们会更想去看更有兴趣的去学 讲讲到我们就是家里录制嘛所以很可怜的我的父母他们有时候要煮菜都要很小生 哈哈哈哈哈哈 那孩子们我的表弟他们要玩了孩子的天性就是玩要玩了都被我们嘘哎不要操在里面 很可怜 然后讲完一大段了又要重新录过这样子然后有时候讲到一半了下雨哎呀又要被逼停到完 然后摩托一过罢了又要重新录过 所以我们的video其实如果短短20分钟我们可以用最长啊两个小时的录制 对从set如果加上set up那一些灯光啊那些video camera的话其实要一个小时 所以加起来其实一个video大概三个小时只是录制而已 非常不容易因为有很多客观的分数会影响嘛对不对 再加上因为你们又没有办法说真的去set up一个很所谓很专业的studio来做 我觉得真的是相对很困难的 所以我其实很佩服你们的热情跟毅力你知道吗 我觉得太难了OK 然后我要和你们讲哦 CD plus FM的小编说他来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的啦 如果有的话我们太开心了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小编真的是剪辑功利 真的是太一流了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找一下CD plus的一些影片来看 真的是很赞 所以如果他真的愿意剪的话哇我觉得太赞了 太棒了更多学生收益 还有一件事情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陆天赋就问你们请问老师还单身吗 那你当 Ayu 不是单身的意思对吗 没有了完了 стать good了 stop it stopndo 没有了 哈哈哈 好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位 Desde MrLock还是MrS technology啊 老师说他不单身啊 不是单身了 我的旧同事来的 你的旧同事 刚刚他故意就在这个时候 问你们这个问题 故意的 然后Yok Zu Tay 他就说太棒了 然后ChenChen他就问说 有没有想过要网上授课 教大家制作影片 网上授课 因为我们现在忙着 小学的课程都没有那个时间了 所以我想可能以后有机会吧 我们可能把小学的都录完了过后 我们再分享一些 或者一些组部组部这样子分享一些 而且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制作影片 我们都是这边学一点 那边学一点怎样制作影片 还推不上这个经济导师吧 或者是你知道吗 现在不是很多YouTuber很红的吗 就是说可能订阅到达几百千 然后你们就做Q&A 然后就在Q&A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 对 可能就来大港快充一下 他们的那个订阅数好不好 帮一下他们 然后他命干就说 佩玲新年快乐 现在说新年快乐的意思是什么 我一点搞不懂了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然后出一戏他就说呢 影片简短有创意生动 不但帮到学生也帮到老师呢 所以相信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粉丝 应该也有不少也是教育工作者吧 一些同行这样子对不对 我猜是吧 因为我们的同事也是在 也是有用到我们的这些视频 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我们也是觉得有些同事啊 他们又是母亲 又要做家务 又要照顾孩子啊 其实他们也是很不容易 如果还要制作影片的话 都不知道他们的时间 可以怎样去找出来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是很感激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影片去教孩子 让他们有更多时间 可以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东西 好像我们其实 我们很感激 是我们的父母 帮我们打理那些家事 然后准备食物给我们吃 我们才能这样子全心全意 去做这一个影片 所以真的是很感激大家 是 很有福气哦 对对 然后 惠惠说呢 老师还有三位妹妹和表弟 有啦 刚才老师一开始就讲了 然后Edison 什么 他有听课 他有听课 然后Edison就说 我家孩子一边吃午餐 一边观看你们的影片 轻松学习学到知识 哇不错诶 我有看到他有tag过我们 是Edison 很好很好 还不错哦 然后呢 恩燕令就说呢 希望学校 希望学校的LDP 可以请你们 姜老师制作影片啊 LDP Latehan Dalam Procumatan 就是在校园的 自我提升这种课程 对 可以考虑这个 OK 然后 放就说 钟老师 他应该是认识你们的吧 希望可以 更多四五六年级的 数学教学 来着了 来着了 OK 好 我们就先暂时看到这里 大家继续留言哦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互动 我们还有20秒进入直播 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 OK 今天在阅读天下呢 我们就进一步通过学到的 这一个YouTube的频道呢 来讨论一下现在的这一些教育工作者 面对的一些疫情的变化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呢 同时要兼顾这个网课 然后自己又非常有热情 像是Louis还有Angela 还有他的团队 现在呢 也一直不断的自发性的 去制作这一些教学的影片 我自己觉得说 如果没有热忱的话 应该很难做到 尤其在现在的这一个疫情期间 他们一个星期会上11支影片 太强大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呢 老师们呢 因为疫情的影响嘛 所以还要做网课啊 在家中 时间跟空间的这个限制 完全就是被打破 那现在呢 还必须要做很多 在教学以外的这一些工作 所以问一下两位 因为你们两位其实都是 这个我们所谓 在马来西亚正规教育体系里面的 这个小学老师 那你们认为说 其实老师的工作 现在是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其实我们就从 教授 就是从老师呢 现在我们就会变成 我觉得是变成 就是我们是引导学生 怎样去获取知识 多过学生从我们身上获取知识 就是以前传统的时候呢 我们学生学习的方式呢 就是从书本 或者是老师 但是现在是资讯发达的时代 所以学生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获取知识 所以老师呢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变成 去引导他们怎样去寻找知识 怎样去自主学习 主要是从teacher去facilitate的 去协助孩子们 帮助他们自己去寻找这个知识 让他们有这个自主的学习能力 那么另外我觉得老师改变 特别是这个网课方面 大家就比较少去管这个学校的事务了 paperwork那些其实是蛮多的 但是在MCO期间呢 老师们就可以比较专注于 怎样去给孩子们学习 这个学校的课程内容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老师们可以用这个21世纪的教学法 就是开始去学习这些科技的东西 或者一些软件啊 那么线上学习的教学视频啊 我们都需要一些录制的软片 例如我们也要做一些照片啊 photoshop啊 有premiere pro啊什么之类的 就要学习这些新的技能 我觉得是来应对未来的这个 以后的这个趋势啊 然后当然我觉得工作的时间也开始加长了 因为不受时间的绑定嘛 他没有说这个office hour几点到几点 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就要去做 而且学生不是同一个时间就马上教功课给我们去批改的 他们是今天做完了我就给你一些 然后后天乐的 所以我们要等学生功课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所以我觉得老师的最大改变都是在这边吧 嗯 不过刚刚你们在说的这一些听起来是相对比较重面 比较乐观 然后你们也享受其中 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会不会对一些可能资历比较深的老师 反而是带来一些挑战呢 嗯 有我们也有一些同事嘛 他们都有家庭的 那孩子都还小 所以老师work from home 然后孩子又不能被安排到安清班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照顾中心 变成他们其实是很辛苦 我觉得他们的给的feedback都是蛮辛苦的 因为要结果一般的孩子 然后自己的孩子 家里的事物 其实他们也很不容易 嗯 再加上那呢 我们也理解到说有一些资历比较深的老师 他可能教学已经教了二三十年 然后他熟悉的那一套就是在课堂里面的一些教学的模式嘛 那现在你说我孩子们没有办法到学校去 老师们要在家里上网课 可能要连上网 然后利用一些软件去教学 对一些资历比较深的老师来说 哇 或许真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挑战 对 对 其实你们两位认为啦 呃 现在这样的一个线上学习 会不会完全改变孩子们往后的一个学习模式呢 孩子往后我觉得会比较 他们可以开始去熟悉大学的学习方式 这是我们之前学到的平台有做一些跟家长的放谈 那有家长就提说这个方式其实蛮不错的 因为孩子开始会鼓励他们自主学习 他们知道要学习之前 他们必须做好什么准备 比如要吃饱先啊 不然上课到一半 他们就要找食物吃还是什么之类 然后他们也要确保他们的环境是舒适的 没有比较最低的打扰吧 然后最基本的设备他们也是要有 所以孩子们开始会要在学习之前 他们都懂 要有准备这个心态还有那个学习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是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可以慢慢迈向未来 这种学习方式就很像那种大学的方式 就是lecturer给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要自己去寻找 自己去摸索 然后制造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出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过程呢 就和大学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过程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好处是多过坏处的 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其实学习是有不同的方法也是有不同的途径 但是我们有做这个方式就是说 我们都已经可以在家里制作影片给孩子学习 所以我们发现到在MCO期间孩子们最重要的人物啊 他们的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就是父母啦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有的父母feedback说 假如我们在网课有陪伴孩子 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相比来说有的父母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陪伴孩子们上网课的话呢 它的这个效率是的确有差的 是有些父母真的很用心他们就坐在电脑旁边和孩子一起上课 了解去明白孩子在学什么 然后孩子如果有父母的关心之下 他们也很有动力去学习 所以其实如果再加上网课有父母的陪伴的话 那个效果是远远比班上的效果还要好很多 但是在MCO期间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嘛 还是需要双亲到外面去工作的 所以这个是蛮挑战的一样事情 对没错 因为在听你们谈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 当然我们理解到如果这一个家庭的条件相对比较好 那父母真的可以就是比如说爸爸到外头工作 然后妈妈是可以全职在家中陪伴小孩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配上老师很专业的一个网上教学的话 影片啊等等 那可能我们孩子的一个学习就比较全方位 但是我们也理解到 其实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连电脑都没有 然后他家中可能没有稳定的一个网术 或者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一个时间的陪伴 所以其实在你们这两个月之间接触到 也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案例吗 一确有 对所以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非常同意和其他的电视频道合作 就是因为这个远远可能他们的某一些设备不够的话 电视的频道比较容易让他们去reach到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影片可以重复的观看 所以如果不明白的学生看了一次看了两次 看了十次二十次过后他们就会越来越明白了 对所以其实通过影片的话呢可以让他们重复观看呢 可以拉近学生的学习之间的那个差距 因为我们也发现到说就是有家长其实也是有 feedback 说 哎老师其实你们可以开这个live teaching online live teaching 但是有的孩子们就像刚才佩玲说的嘛 有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条件真的是真的是很很可怜啊 然后他们都没有没有这种 device 或者是他们在MCO期间有的父母还是需要做这个清洁工作的还是必须上班的 所以就在每天的时候呢在家里孩子们其实是没有这个电话 或者是最基本是电话嘛 那假如是要电脑的话可能是更高的 尤其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他们还很小都不会自己去操作那一些电子用具 都是需要父母去协助他们的 所以影片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们在55课都可以看到 我们个人是觉得影片呢会比较有效果 如果zoom还是live的话就 他们错过那个时间过后呢就可能他们再学不到了 可能对他们没有这样公平啦 因为家庭条件的方面的考量 对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所谓的线上教学 或者是一些通过所谓的云端的平台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 传达这一些教学的内容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他还是毕竟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 然后可能还是孩子们的这个条件的因素 那接收到的这个讯息或学习的这个机会呢 相对就会比较有影响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呢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恰恰在我们最后聊的这一段 那该怎么样呢在未来的这一些时间能够尽快的 就让我们孩子们的这一些拥有的条件相对比较平均平衡 然后让孩子们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教学内容 可能真的就是我们整个教育界或者是政府接下来需要努力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像你们这样年轻又有充敬的老师 能够继续的加油 通过你们的一些专业啊 或者是你们的才华 还有你们的一些热情 把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注入到里头 然后让我们整个教育界就是给充满活力这一块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去留意搜寻一下他们的频道 在YouTube频道呢去搜寻学到 基本上呢就可以找得到 现在他们成长得非常的快速啊 可以去找一找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Louis还有谢谢Angela 谢谢 谢谢佩玲 OK 好的 辛苦两位了 辛苦你了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对 然后刚刚我看到一个留言也蛮有趣的 就是 苏敏的留言说 老师又要拍片又要教书 哪里还有时间谈恋爱呢 一边做影片一边谈恋爱 影片谈恋爱 然后 Yoke Zutey就说很高兴看到那么勤奋有创业的华小老师 他说他是独钟老师 OK 然后 欣利就说比较希望你们来我们的学校 给关于机会教学的LDP 好啦 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分享 好 你说 OK 好 然后 辉辉 OK 辉辉说谢谢你们 Edison也说谢谢你们 也请你们继续加油 好 所以 哇 我们现在在线上同样的还是维持超过120位的在线的朋友 哈喽 Joyce Lee 嗨 你刚进来吗 不过我们要结束了 谢谢所有的朋友呢 观看我们这个访问 因为我觉得这个访问是我们非常喜欢学到的这个团队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请他们来做一些分享 所以虽然说我们的整个访问到这里是结束 但是大家依然可以帮我们做分享的这个动作 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然后让一些可能现在正在上班 没有时间看的朋友 等一下下班之后可以看 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去关注学到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跟互动 可以把一些想法给予更多的同行 然后你知道如果只有学到一支团队在做 那个力量还是有限 那如果每个老师都觉得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发挥我本身的创意 或者是我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专长 然后让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的一个教学工作里面 搞不好我们的整个教育或者是学习的环境 就会大大不同 OK 因为对吗 我们常常聊到马来西亚的教育就是填鸭式 那填鸭式是不是可以被打破呢 我相信是可以的 OK 我们要打破 OK Amy还有恩燕令都说谢谢你们 OK 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所以也请Louis还有Angela还有你们团队要继续加油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们先 对 暂时停了